4G吃到飽方案 究竟何時退場 各家業者視為最高度機密 儘管傳聞不斷 然後現在始終擁著中華電信 似乎真的有動作了 真的是撐不住了嗎 選在2015年倒數第三天 中華電信推出最新4G方案 月角777元享有首年4G吃到飽 第二年起只剩20GB 被市場解讀 意味著先前699元吃到飽 要宣告退場 當沒有吃到飽的時候 消費者就會不買單 所以變成是 他們還是只能用吃到飽 去留住消費者 專家把話說得白 但中華電信似乎還要面子 一直簡單聲明回應 沒有退場 是想針對客戶多元的需求 提供更適合的資費 除了777 還有599 1399兩個新方案 其中1399一樣也是網路無限量 不難看出 即便4G吃到飽退場 中華電信 也要來段安全觀望 免得江山盡失 我會看韓劇 所以如果他會看韓劇 可能就要用吃到飽 因為我自己不看 老大哥顧慮不是沒道理 因為消息一出 其他電信業者回應 讓中華電信得小心翼翼 包括遠傳699吃到飽 繼續達到明年2月底 甚至推出999 語音4G上網吃到飽 堪稱市場最殺的亞太也表示 看看消費者支持度 不排除加碼延長 此外 各家業者先前狂打的小兒4G吃到飽方案 業者同樣也沒打算喊停 大概是8G左右 剛打給客服求證的 對 他跟我說大約8G 就真的只有戶外的使用 大部分時間在家或公司 就不太會去使用它 正因為根據NCC統計資訊 即便業者吃到飽 流血站打得火熱 但104年到105年 國人平均4G使用量 頂多也只有10G 卻看出業者算盤打得驚 獲利不見起色 只有趁早抽身另辟戰場 介護會員言靜語 台北報導